为了因应基隆捷运第一阶段工程综合规划预定在今年底核定 基隆市政府编列整合3500万元委办费 将在明年正式成立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市议员们都很关心 每年的看起来是这个专案办公室的常态性的业务费应该是2700万 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会是说 如果说这个专案办公室成立之后 那跟目前的捷运工程科之间的关系跟协作的方式会是什么 因为基隆捷运的进度其实全民都非常关心 那我们的像刚刚处长提到的工程师 所谓的工程师他是约聘雇人员 还是我们有从其他公务机关请过来 那他们是也是在明年1月1号开始会就任吗 是已经跟业界或者是说有相关 国内有比较著名的几个公司曾经有协调过 或者是说他们认为这样的预算是合理的 他们愿意来的还是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来 编列这样的一个预算 因为我今天很担心的是 好你编列3500万了之后就还是没有人来 那这些事情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持续来推动跟进行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表示 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的成立将先规划 第一阶段基隆市境内也就是七堵区 五个厂站的交通转运和接驳的事宜 就是说透过专案办公室一个伪办计划 让民间具有捷运经验的一个顾问公司 能协助我们未来推动整个基隆捷运的部分 那整个专案办公室当然是针对我们基隆捷运 刚刚特别提到我们号号艺术提到是从南港到未来的基隆 这整个他都要进行一个协助 但是我们里面有特别提到现阶段 因为明年度一个捷运第一阶就要核定 所以我们先针对我们基隆市境内的五站 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八堵七堵 六堵百福以及北五堵这五站的一个厂站的周遭 那我们的整个交通的设施我们要先来做一个配合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更希望未来经由基隆捷运 可以把七堵区打造成为基隆市的信义计划区 北五堵据我所了解本席所了解 它有大概70%以上是私人土地 就刚刚我们这个议会同仁在提到说 未来的这个土地的取得 我们跟这个中央内政部营建筑 这边到底我们的整个touch的过程到底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个土地的取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的这些土地取得的问题 我想重赏之下必有永福 我们未来是不是七堵的七堵 就像类似台北市的这个信义计划区 另外一个新的市政 而市议员洪森永哲询问市长谢国良答应 第二阶段基隆捷运规划到安乐区的问题 交通处长王俊宏表示 将进行到第二阶段的可行性评估时 再向中央提出评估的需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